欢迎收看KT快报 内阁决定立即终止所有关联企业GLC和政府机构的政治委任 一位不愿居民的内阁部长也向当今大马证实了有关决定 透视大马报道 根据政府首席秘书祖基阿里所署名的信函指出 所有政治委任的关联公司、机构主席和董事合约将立即终止 这包括联邦法定机构、关联公司、前政部部长机构 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主要机构内的政治委任职位 根据报道 祖基在信中提到 这是内阁昨天开会的决定 两个月前 智库、民主及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指出 前首相Esmail Shabili掌政期间 联邦法定机构的政治委任人数增加 2021年8月到2022年9月期间 共有234宗政治委任 政府高层消息透露 新政府近期内将委任新的总检察长 以取代新任的伊德鲁斯 消息人士还说 首相安华希望明年之前敲定一切 新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安华手头上有三个替代人选 而他们都是法官 两人来自高庭 一人来自上述庭 消息人士说 目前提及的名字包括 阿莫法医组、卡玛鲁丁和望阿莫法利 其中望阿莫法利是高庭法官 他跟巫统有一定的关联 他曾在前首相阿都拉时期 出任内政部副部长 也曾代表国政乌统出战 瓜拉登加罗国席补选 今年6月 他因为家人和前首相纳吉 同属一个政党 而退出纳吉申请聘用 英女皇律师的案件审讯 另外两名人选方面 阿莫法医组现在是 商业法庭的高庭法官 而卡玛鲁丁则是上诉庭法官 2020年喜来登政变之后 时任首相慕尤丁 委任伊德鲁斯当总检察长 填补汤米汤姆斯留下的空缺 如果伊德鲁斯愿意提早卸任 就不必等到明年3月任期届满 副首相法迪拉透露 执政党将在明天签署协议 保证支持安华领导的联合政府 也是沙拉越政党联盟 GPS党边的法迪拉表示 他今天将回到沙拉越 和沙门开会讨论协议内容 而各执政党明天将签署协议 根据每日新闻报道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也证实 明天将签署协议支持安华政府 沙菲毅也相信 安华将在下星期的国会新任动议中 顺利过关 安华昨天透露 各执政党的党魁已经保证 将确保首相新任动议获得通过 安华早前也宣称 已经取得148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掌握三分之二绝对多数 安华将在下星期面对国会新任动议 他动作平平 除了明天将和各个政党签署合作协议 今天也会晤了马华的两名国会议员 马华总会长兼亚一旦国会议员魏家祥 在面子书透露 他和大容彼爱国会议员黄日生 今天到首相办公室礼貌拜会首相 魏家祥表示 他和黄日生是在首相的邀请下 今天拜会了安华 过程长达35分钟 会面中 他恭喜安华出任首相 双方也讨论了许多民生和国家课题 这也是安华出任首相后 马华代表第一次正式拜会首相 第15届大选落幕后 国民主席慕尤丁宣称掌握 1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能够出任首相 应当主席哈迪阿旺当时也说 马华和国大党曾经签署 法定声明支持慕尤丁 针对马华是否曾经支持慕尤丁 当首相的疑问 马华属理总会长马汉顺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国家安全专家分析 大选后 有心人士在社交媒体 有组织的散播假消息和煽动仇恨 同时摸黑 安华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傀儡 要跟中国作对 国家安全研究员慕尼拉指出 这些假消息来自国外 而一些网络照护跟亲俄罗斯团体 边缘组织或个人有关 他们通常支持威权政权 慕尼拉也表示 安华任相当天 有三组外国势力人员 散播攻击安华的阴谋论 例如安华任相前一天 推特的反安华仇恨言论有2000多条 安华任相当天则暴增到12000多条 慕尼拉也提醒 这些网络造谣者散播仇恨言论的根本动机 在于收取金钱 而且网红收钱散播513事件的影片 也显示居心叵测的政治人物 越来越精于使用网络策略和假消息 挑起种族和宗教矛盾 更多关于慕尼拉的研究 进行阅读当今大马文字版 西蒙进水宣言承诺一旦执政中央 就会承认同考 不过教育部部长法琳娜坦言 当今的团结政府并非只有西蒙 因此政府不会优先处理同考课题 法琳娜今天在记者会上 授寻西蒙承诺承认同考的问题是说 比起承认同考 政府会优先处理经济和生活费的问题 政府会承认同考证 根据网络上的影片 巫统前领袖阿努亚穆莎 之前大力赞赏国盟 还说国盟主席慕尤丁 在2020年沙巴中选时 提供巫统几千万令吉的援助 如今阿努亚穆莎因为这番言论 而被反贪会传召问话 阿努亚穆莎今天在记者会上 授寻时透露 她已经接受了反贪会的调查 而她认为相关的指控都是诽谤 阿努亚穆莎过去被视为 亲国盟的巫统领袖 更因此和巫统主席阿努扎西不合 今年大选阿努亚穆莎被除名 大选后也被巫统开除党籍 阿努亚穆莎今天表示 巫统已经不再需要她 她也不会针对巫统开除党籍的事 提出上诉 她如今已经启动新的政治平台 国民和谐 Wafaka National 并担任主席 祖莱达加入新政治平台 国民和谐 Wafaka National之后 全民党主席孙伟轩认为 祖莱达只是把国协当成跳板 孙伟轩昨天向自由经济大马表示 祖莱达现在拥有更多时间 尤其她在全民党没有担任任何高级职位 也没有出任任何官职 我还遇见她和支持者将会利用国协 当作她未来政治报复的跳板 无论如何 我祝福她 孙伟轩强调 全民党跟国协没有任何联系 早前被巫统开除的阿努亚勃沙 是国协的主席 国协是在2019年9月 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注册 有别于巫统和一党 在同一时间共组的国协 昨天阿努亚勃沙宣布 祖莱达已经加入她启动的 新政治平台国协 并附上两人的合照 祖莱达原本是公正党副主席 她在喜来登政变时 跳槽到土著团结党 今年又跳到全民党 并和孙伟轩爆发矛盾 导致全民党主席闹双包 祖莱达在今年的大选中 无法捍卫安邦国习 甚至还丢失暗贵金 内政部部长塞福丁纳索丁 因为捍卫国安法 而饱受西蒙同僚攻击 共产党巴西鼓当 国会员哈山卡林 不点面的批评 塞福丁在掌权之后变脸 改为支持恶法 哈山卡林在面子书 发布马来诗歌 题目为 权力改变了一切 他感叹 改革者掌权之后 开始高谈维护国家安全 就算为审讯扣留 将近一个月也在所不惜 哈山卡林感叹 部长的言论 如今已经跟警察叔叔一样 同民党木党副主席 在蒂尔今天也提醒塞福丁 共产党同僚 过去也曾是国安法的受害者 在蒂尔指出 许多民主国家 在应付恐怖主义威胁时 也有专门的法律处理 但这些国家 依然建立一套制衡机制 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他提醒 如果我们回到 过去的制度和缺口 那跟之前的政府 有什么差别 尽管饱受批评 但塞福丁昨晚 在国议台节目上 依然坚持保留国安法 他强调 政府有必要保留国安法 以对付有组织犯罪的案件 否则很多人被逮捕之后 政府难以应付 他说 政府尝试努力达到平衡 而他也尊重不同意见 并开放接受批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的及时内容 近期的时候 KinnyB 中片段的YouTube 和面子书 还有IG 我是许国荣 我们再会